男的來敲門 他用的櫃檯間 他一開始就說 要跟我進房間看一下 我說不用了吧 因為我要睡覺 結果進去之後 我發現他一直盯著我箱子看 箱子打開 然後把他蓋起來 然後他就說 叫我下次來的時候 幫他買一條內褲 那我想說 買內褲 然後他說因為他們那邊 買不到某某牌 那個 某某個國外褲 對對對 但是後來 他又偷偷的 笑了一下就跟我講說 先來這個 消除所有消費者心中的 一個最大的疑惑 因為很多人認為說說 出國了 如果說我們出國去購物 那好像導遊或者領隊 就可以從中間賺到很多錢 到底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這個意思 當然不是 其實客人到店裡面說 特約商店 第一個是有品質保證 總是有什麼問題的話 回來是可以找旅行社 再來價錢的話 他們跟他們在外面買到的價錢 其實跟自己去買 還有我們到店裡去買 事實上是一樣的價錢 所以並沒有說 因為我們帶他去買 會有增加那部分的價錢 而我們的收入會有增加 其實你們帶他們去Shopping 也只是給他們一個方便 嗯 可以怎麼說啊 難道一點點回扣都沒有 那個不叫回扣 那個叫 什麼那個叫 那這樣 降低成本 是不是這樣講 可以這麼講 因為他不需要花廣告費 我們把整團帶進來 是 他省了很多的管銷 是是 應該是每個地方 他都會希望 國外來的客人 去當地做他們消費 促進經濟繁榮 就像別的國家來到我們台灣 我們也會帶去台灣的特產 等等 那至於買不買 我覺得是看個人 現在已經不像早期 是關門犯人 嚇死人了 你不買我翻臉 沒什麼事 五個人都可以回答 那尤其前面兩位女生 這一定要 為什麼 然後 你們有沒有什麼半夜啊 團員去敲你們門的 你一定有對不對 會抓到 通常這種狀況 坦白講 我會當成沒聽見 我會先看外面是什麼人 因為 然後我會檢查一下我的電話 是不是房間電話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 他可以用電話的方式通知我 他有什麼樣的需要 為什麼要敲門 你們個人都這麼笨嗎 要我去我一定會敲敲門 Room Service 所以說他們還是會這樣 所以我們自己女孩子 本身個人要有一點解決性就是了 那男生 男生有沒有女生去敲門 一定有 你一定有 那個 真的沒有 但是我最近發生一個 一個事情 男的來敲門 飯店的櫃還真 我去那飯店 我去了好幾次 前幾次去的時候 只覺得說這個人不錯 早就想上你了 哎呀 他一來就很熱切的 然後帶我去看 這個飯店參觀 然後他就 反正我要走的時候 他就很熱烈的擁抱 所以歡迎下次再來 那我把他當成是那個 五星級飯店的一種禮貌 是 這次再來的時候呢 我就發現說 他一開始就說 要跟我進房間看一下 我說不用了吧 因為我要睡覺了 他要不要試妥一下 我們來吃 我不相信你睡得很舒服 我也要吃 就累死了 他說看看他們的服務做的哪裡不好 結果進去之後 我發現他一直盯著我箱子看 箱子打開 幫他蓋起來 然後他就說 叫我下次來的時候 幫他買一條內褲 那我想說 買內褲 然後他說 因為他們那邊買不到某某牌 嗯 那個 某某的國外 對對對 但是後來 他又偷偷的 笑了一下 就跟我講說 最好 我就說我送你一個黑輪牌 哈哈 我就趕快把他 起他媽媽做 什麼時候還講 哈哈哈哈 你們覺得什麼樣的團隊難帶 業界好像一般講的有所謂的三師 這個 老師 律師 會計師 都難帶嗎 都難帶 只要有個師字 老師有什麼難帶 老師的話 因為是這樣 老師其實不錯 其實個性都不錯 但是他們的 問題 不能說問題 他們的習慣就是 就是很喜歡講課 就走到哪裡 就是 這個比薩協討 然後就開始講 當然對我們來講好處是 我就在那邊聽就好 也可以了解 不是聽 不是聽就好 還要站他前面 小烏 我跟你說 這個比薩協討是什麼 而且你不能亂問 你也不能亂講 亂講他幫你上課 對 沒錯 這樣是不對的 而且 應該是資料 來 你先講你的資料 對 你先講資料不對 我跟你講是這樣的 齊全 改 而且有人輪流 就是這個講完換那個 那律師呢 律師是怎麼樣 一直不斷要告你 律師也是一樣 講話小心 對 講話小心 動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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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就是拿那個 行程出來對 對 之前到極點 這什麼菜 為什麼沒有小黃瓜 對 你講出來還帶 對那個 一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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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對行程是很正常的 對啦 但是你不要太 就在裡面挑 太對就過了 對不對 對 甚至有一次經驗 坐潛水艇的時候 行程上面寫要到 這個潛水艇要下達水深 大概七十幾米 多少米 這樣子的深度 所以下達潛水艇以後 它前面會有一個標記 就是到了幾公尺 它會數字一直慢慢的在增加 然後那時候 我也沒有注意看到那個數字 後來上來以後 團員就告訴我 瓜姊 我們這個音效是要到75米 為什麼只有到幾米而已 其實只差那個 兩三米的數字而已 這樣子的話 他還是 非常在意這樣子的事情 對啊 他在下生了3米2米會怎樣 他開心啊 不是假的 他 他很開心啊 本來是70米 結果降到90幾米 欸 削到 今天多削20幾米 你超數 上來會神奇 你不是說75 為什麼到78 對 危險 告人 很痛 你們有沒有遇過這種 特別容易受到導遊恐嚇的一個 狀況 像這種 這種很奇怪 導遊跟他講 你要講那個狀況 就我們到印尼啊 雅加達嘛 對 因為我們是要回來 我們從巴黎島要回來在雅加達 就是前一天先到雅加達 然後住一個晚上 第二天回來 那我們的個性一定是 一到了巴士上面 我們不會管導遊講什麼 我們就開始說 我們待會兒去拿一家地上 去拿一家地上 來看多震 都已經想好了 然後突然呢 那個導遊就講了 希望大家晚上不要出門 為什麼 這邊反滑 然後很亂 然後我沒聽 關我們屁事 然後這個人居然會生氣 不要出去嘛 導遊都算很危險了 你們是不是很喜歡 對的 對啊 你們一定會喜歡這什麼 可是有導遊真的會 可以故意下團圓 不是故意啊 是進到必須告知的 這是責任義務 這的確是要跟客人講的 因為的確曾經有發生過 這樣的案例的 對不對 那回來的時候有些是 你牽扯不清的 你如果不講 出的問題是你不會的問題 對 然後你的問題 你在那邊被殺殺了 怎麼辦 不會 他就先殺你啊 我怕什麼 他會覺得說 你為什麼沒有做到告知 你為什麼不看著他呢 就我大概可以體會說 大家晚上要出去玩 那種運氣 那一定有的 對 我們不是去玩 我們是去實習 但是那個 這個注意事項還是要講 對不對 因為那如果說照你們這樣講的話 你們到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城市 都會這樣講說晚上危險 其實啊 看地方 看地方 安全的地方 對不對沒事 晚上都沒有回來都在外面 沒有 因為我是覺得在進步的國家 在文明的國家 都會有它的黑暗角落 那當然你自己本身注意安全 你也不要故意去挑釁 我曾經有客人東西被搶 就是飯店到超市只有五分鐘的時間 已經在進飯店之前就已經跟客人告知這個事情 請大家注意一下你們的包包啊 如果啊 你們有出來超市要去買東西的話 盡量一定要把包包背前面 因為包包背前面就表示 是你的錢包嘛 那個女孩子啊 她是 背一個那個 LV的Speedy那個包包 所以她是這樣子 軟車的 完了 OK 然後 出去了 買東西回來啊 馬上打電話給我 說她被搶了 哎呀 這樣子被搶啊 就是騎摩托車 這也是一個人生的經驗 這個就要趕快即時處理啊 一定要到警局去報案 到警局去報案 拿了那個證明 可是啊 馬來西亞的那個台灣的辦事 等於是說辦事處 並不是在檳城 它是在吉隆坡 所以啊 我們要拿到那個回來的 就是替代那個護照的那個證件的話 是要飛到吉隆坡去拿的 而且還不能有代理人過去 一定要本人親自過去啊 所以啊 在那個五天的旅程當中啊 等於是 這個客人完全犧牲了他的旅程 因為他沒有辦法 跟我們繼續再進行 進行這些行程了 就是把他安排 然後飛到吉隆坡那裡 有當地旅行社 再派人來直接 把這個事情處理完 他再飛回來 在檳城 因為我們的團體的來回票 他是原點 就是 原點進出的嘛 找到大陸 搭配 得然後 搭配